在台湾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 7日公布经济政策系列《产业引擎的证件》 他提出以三宫四舰发展台湾供应链作为解药 强调宫一定要强 舰一定要立 才能强生 朱立伦说 三宫就是壮大科技实力 产业4.0舰级履籍 建立台湾自由经济岛 而四舰指的是以自由品牌建立有完全自主性的供应链 以进口替代伸展到上游 确保下游产业主要供应商地位和打入差异化产品 直接供应先进及新兴国家市场 朱立伦指出 台湾最重要的科技实力还是在研发 要提供科技预算 整合上中下游研发资源 加强与美日等研发大国的合作 另外将成立产业4.0服务团协助工具机 3C 纺织 食品 物流 现代农业等产业的顾问服务及应用导入 此外 推动传统产业建立自由品牌 是他新北市长任内主打的政绩 从纺织业的巨洋食业可看出成果 而自行车业美丽达则是以进口替代伸展到上游的成功范例 朱立伦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中下游一直在像游牧民族一样的在迁移 其中迁移的最明显的由中国大陆 现在很多迁移到越南 很多迁移到柬埔寨 很多迁移到印尼 甚至迁移到非洲 那这些产业 那它本身的供应链 我们要确保我们是上游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面对其他 他接着说 不管大陆成立了一个红色供应链 我们台湾供应链绝对不可以锻炼 而台湾供应链跟红色供应链是可以合作的 也就是说今天在大陆地区 我们很多的上游厂商 现在已经本身成为大陆内销的供应商 那一样的 它也可以从大陆去供应到越南或其他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绝不锻炼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针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主张台湾经济和产业不该以众大陆市场 朱立伦不忘推销证件说 不论是我三宫里面的自由经济岛 我们也不会忽略到RCEP 就RCEP跟中国大陆为主的自由经济的贸易的关系 同样的我们在生产供应链里面 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对于下游的供应链或者差异化市场 我们从来不会忘记包含中国大陆 包含东协 包含印度 包含中东 甚至包含非洲这些市场 没有一个可以因为意识形态或者是因为特定立场去忽略掉 前经济部长国家政策基金会执行长伊启明指出 智库帮朱立伦掩拟经济政策 从新兴、中坚、主力、跨国四个产业生命周期思考 另外也从所谓的传统产业、民生工业和科技产业做整体的考量 今天发布的产业引擎系列从供应链切入 因为供应链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伊启明批评蔡英文的产业政策非常凌乱 没有条理 伊启明说 蔡英文最近所提出来的所谓的产业立国 实际上台湾几十年来就是在产业立国 现在还在喊产业立国 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一个口号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只着重在五个所谓的创新产业的领域 这五个创新产业领域里面 其实都是 我们已经发展了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 在那个地方 他只不过再把它讲一遍而已 他里面包括了所谓的亚洲矽谷 包括了国防产业 包括了精密机械 包括了所谓的生计的产业等等 这里有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